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穿高跟鞋很美 但穿着它就像是点着脚走路一样 这个姿势会让我们的盆骨前倾 腰往后仰 而且前脚也会因为全身的重力压迫导致变形 所以说长时间穿高跟鞋 脚型是会变丑的 而且也很伤脚 平底鞋就不一样了 在你穿了高跟鞋再换上平底鞋的瞬间 你会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穿平底鞋对脚没有任何的危害 穿上它走路轻松舒适也不累 现在的女性有部分是因为暧昧才穿高跟鞋的 但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职场的要求才选择的高跟鞋 为了自己的健康 还是不要长时间穿着高跟鞋为好 如果上班需要穿的 也可以低跟高跟两者交换着穿 小伙伴们不知道你们是更喜欢平底鞋呢 还是高跟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